国民大会2020大白话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快按右下角订阅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和我们一起讨论最热门的新闻议题 同意现在政坛的大佬 都习惯一直抱来抱去 昨天是谁 郭王 郭跟王抱抱了 他们合体了 可是他们的 当然他们有很多的想要推的人 包括在第三势力 在国会希望有一点势力 今天郭台铭他就说了 我们有北敬营 南 黃韵涵 对 这两个人是我们推出来新生代的人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在黃韵涵他是高雄第二选区的 立委候选人 他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对 但郭台铭去帮他站台 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旁边这位就是陆淑美是他的妈妈 陆淑美是在郭台铭初选的时候 他是支持郭台铭的 所以他决定来帮他站台 那国民党他们也愿意 让郭台铭来站台 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奉行 现在郭台铭终于去帮 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站台了 这可不可以看作是郭台铭跟 郭台铭跟国民党 接下来进一步合作的一个契机 我觉得全面性合作 其实还是困难的 但是我很希望这个单点突破 能够越多点越好 其实对国民党来讲才是好事 也是好事 当然这里面牵涉到的就是陆淑美 因为在第一时间 就挑出来挺郭台铭 我觉得对郭台铭来讲 他当然要还这个情意 因为陆淑美人在高雄 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可是他在那种情况之下 他跳出来挺郭台铭 那郭台铭回来 然后去挺他的女儿 我觉得如果 如果国民党的支持者 这时候能够放宽心胸 然后接受郭台铭去支持的 所有的 对不起 国民党自己的候选人 你就变成有双母鸡 你又有国民党的title 然后同时韩国瑜一定帮你加持 然后同时你又有郭台铭的加持 韩国瑜的支持者不想要郭粉 然后来一起投韩国瑜的票吗 通常来讲人要分裂投票很困难 就当我今天要进去投票的时候 我要投你这个立法委员 我通常也会去投你背后的 那一个总统候选人 所以对于黄运涵来说 他总统他挺的是韩国瑜 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郭台铭他也不会去支持蔡英文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 双母鸡三母鸡四母鸡五母鸡的策略 对国民党才是好的 因此这个案例 如果能够最后变成了一个 比较扩大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国民党 其实要欢迎这样的做法 韩国瑜要欢迎这样的做法 韩国瑜要欢迎这样的做法 韩瀚 所以现在吴敦英是要放任 有科有郭 壮大自己在去 我觉得黄运涵这个case 比较特别一点 刚刚风景姐跟大家讲非常清楚了 就是他是国家军 王金平院长跟郭台铭 一起这样子挥起 然后黄运涵也已经35岁了 他不是25岁 他不是都年纪非常小 妈妈是陆淑美 他今天要参与政治 而且国民党也提名他 他就是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 然后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如果他今天说 郭台铭要托党参选 我挺郭台铭 当然就有问题 郭台铭现在也不是总统参选人 然后他说我挺韩国瑜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都没问题 你要挑出毛病 我也挑不出来 但问题是选民会看 如果说选民看了 他三个人都加持 王金平院长也加持 郭台铭也加持 韩国瑜也没有说 我要切开他 最后选情却非常的吃紧 那他自己就要去检讨 怎么回事了 因为他对手是何志伟 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来讲 算是也很有实力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邱志伟 邱志伟 邱志伟 他上次有跟邱志伟 他上次有跟邱志伟 选过一次是没有赢的 这一次来看起来都合作 但我觉得选举是这样 现在看起来 因为郭董跟韩国瑜之间 还没有合 但马英姐我们刚第一段 已经看起来有慢慢合了 选举是瞬息万变 现在还有80天左右 等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如果全部都同台了 连郭台铭都帮韩国瑜站台 那就不会是有问题 有没有可能发生 有可能 谁知道 政治眼前一寸皆是迷雾 其实很难说 政治很难说 以马英九来讲 马英九跟